第六十九集,你住口,不许你说我师父,我们两情相悦,以身相许怎么了?我师父如此优秀,我不先下手围墙,被别人抢了去怎么办?魏无羡窝在篮战怀里,凶巴巴还一脸傲娇的样子,让魏长涛痛彻心扉。 低头看一眼魏无羡的熊掌,到了嘴边的话,又生生咽了下去,孩子脚受伤了,还没有好利索,还是先不要说得好。 阿谢,我们老魏家人丁单薄,到了你这里,就只剩下你一棵独苗。 你肩负着为我们老魏家传宗接代的重任,怎么能如此任性?魏长涛痛心疾瘦,恨不得可以从篮战怀里把人抢过来,然后带着他离开这个鬼地方。 可是,他不能那么做,眼前这个熊孩子,被美色索迷,一定不肯乖乖跟他走。 若是强行将人带走的话,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 别的不说,寒光君兰望鸡的碧尘剑,在修仙界那可是威名赫赫。 就为这,你不事业欣慰。 再说,以你的年纪,还是可以的。 你抓紧时间去妻生子,延续香火,我和师父过我们的神仙日子,两全其美的事,多好。 魏长涛给出的理由,魏无限感觉还可以接受,于是眼珠溜溜一转,立马就想到了解决方案。 拦起人端起面前的茶杯,借喝水的功夫,化解去眼神中的尴尬。 幸好,他感动于两个孩子的一片痴情,选择放手成全,而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棒打鸳鸯。 要不然,那既以你的年纪,还是可以得,就会砸到自己头上。 小家伙,那个人可是你的亲叔父,你这么口无遮拦,真的好吗? 你,魏长涛为之气节,手高高扬起。 却又无力地垂下,怎么,你还想打我啊? 我长到这么大,我师父都没动过我一个手指头,我师父也宝贝得不得了。 就算把我事业气急了,他也从来只是吓唬吓唬我两世,就是那种典型的雷声大,一点小。 我可是,姑苏兰是捧在手心里的宝贝。 你若敢打我,他们打你,我可不管。 魏无限又皮又牵地扬起下巴,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。 朝着魏长涛的半边脸颊,似乎格外地招摇。 仿佛在说,你来打我呀,打我呀。 哎,够不着,气死你。 这个淘气包,从小在姑苏兰市长大,每天仗着自己长得可爱嘴巴甜。 在云深不知处各种调皮捣蛋,各种作妖,大家早就锻炼出了强大的心脏。 如今看他欠揍的小表情,居然还觉得特别可爱。 当然,这也仅限于姑苏兰市中人。 此时此地,魏长涛杀人的心都有。 自家哥哥英姿焕发蒸蒸铁骨,嫂嫂虽说稍微活泼了一些,却也是峡谷柔情,心怀大意。 他们生出来的孩子,怎么就变成了这样? 除了在眉眼之间,依稀能看出哥哥和嫂嫂的影子之外,就在没有一点像他父母的地方。 连年纪轻轻,就与人一身相许这种事,都能明目张胆地说出来,还一脸地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。 一定是姑苏兰市的人,没有好好教育他,亦或者是根本就不想教育好他。 毕竟,姑苏兰市中人,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兰市弟子,都极其注重礼仪。 看似娇纵宠逆,实则是姑苏兰市的捧杀计划。 孩子还小,又和他一身相许,对于兰望鸡来说,简直轻而易举。 此事体大,你跟我回去,到你爹娘临前上香,再做打算。 魏长涛长出了一口浊气,决定暂缓自己的计划,先将自家走上邪路的侄子。 摆回正途再说,我不,万一你到时候反悔,把我关进一个什么密室里,我不就见不到师父了。 再说,他们也不想看到,自家儿子是一个使乱中气之徒。 天下做父母的,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,就像我师爷爷这样。 哪像你,就想着拆散我们,来显示你的重要性。 魏无羡一脸嫌弃的偏了魏长涛一眼,扭头脸去,埋在自家师父胸口。 生气,委屈,不怕,没人能拆散我们。 蓝湛抬起大手,揉了揉怀里人,委屈巴巴的后脑勺。 魏兄,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 不如,我们好好坐下来,心平气和的商议一下两个孩子的婚事。 蓝起人件事情僵住,只得站出来做何事了。 这件事没得商量。 我们魏家的孩子,绝不能认贼做父,与狼为伍。